有好多新朋友 本來接受這個說的要說的話 因為我現在在史丹河亞裔勾當中做義工 我覺得我們很多做的目標都一樣 有很多合作的可能性 這是我來講的一個主要原因 今天我來了有好幾個身份 我是天主教中半島華人教會的議員 我們中半島華人教會 從剛開始第一年 我們就參加這個癌症協會的抗癌竭力 沒有一年學習的 今天我們那個創作者 就跟他的太太付義都來了 還有我們中半島還有一位像羅高雄 我常常一直心裡這樣想 高雄到哪裡? 天主的愛就到哪裡? 這是我最值得敬佩的一個人 當然我在這個癌症基金 就是在史丹河亞裔勢 也是做一些預防的工作 其實預防跟病友服務 就是患者服務 很多事相通的 就是今天回來的最主要的原因 剛剛謝謝戴醫生 講了很多肝癌有關的事情 我講的是更簡單 就是怎樣預防 我先做一個四十二秒的一個video 大家好,我是陳隆 7月28日是世界肝癌日 你知道嗎? 乙肝是可以導致肝癌的主要原因 乙肝是完全可以預防跟治療的 乙肝不會通過吃飯或者是接吻傳染 沒有誤解就沒有歧視 不要讓乙肝拉遠愛的距離 和我一起加入翡翠時代行動 抗擊乙肝和肝癌 拒絕感染 OK醫生 剛剛這個是在前天 在瑪貝爾第一次來播放的 今天是第二次 我假設我在1982年 我就知道這個信息的話 對我來說 我的生活可能很多都不一樣 因為我在1982年 那時候剛剛才有那個檢驗 有沒有異性肝癌 我被發現有異性肝癌 而我是慢性的代言者 從這開始以後 一連串的生活的噩夢就開始了 我們家人吃飯 用的餐具都不一樣 都分開了 還好那時候 我們有第二個 這個bathroom 就是洗手間 我用的bathroom 跟全家的人都不一樣 今天我太太在這裡知道 她也因為這個 受苦很多 所以我們就 整個的情況之下 假設我知道今天 陳龍講的對話 我們的生活就會完全不一樣 所以這是我自己 心裡最大的一個感受 也是要跟大家分享很多事情 所以我就現在開始 一個簡單的介紹 這個介紹不是別的 因為完了以後 有一個12分鐘的一個影片 這個影片可以幫大家介紹更多關於 我們叫做B型肝癌 在中國大陸 他們叫乙肝 怎麼樣來做這方面的預防 有了乙肝 以後該怎麼做 因為現在科學的進步 讓我們對乙肝的控制 說是不能治療 但是控制是可以的 可以很多方法 跟三十多年前 當年我得到的情況 完全不一樣 因為每次到醫生檢查 好像在宣判自己 是不是就要離開這個人 是一樣的那種心理的感覺 現在就不會這樣子 所以我也是今天來講 一個主要的原因 我特別說 剛剛講 肝臟對我們做了很多無名的工作 所以你要感覺到肝臟有病的時候 都已經太晚了 所以我就特別講這個事情 我第一個問 癌症是否可用的方法 當然每個人的差別不一樣 但是我們總可以知道 也許抽菸的 不要抽菸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還有了 你吃的東西要注意 還有了 多做運動 我們大概都知道 肥胖也是增加很多不同疾病的 一個主要的原因 還有了 不要超過的曬太陽 還有了 也許有些病毒 或者細菌 可以導致癌症 比如說 低性肝炎 可以導致肝癌 甚至於 大家知道一個 PV 就是防止所謂的 子宮頸肝癌的 現在也可以做預防 還有大家知道 幽能螺旋感菌 是導致胃癌的主要原因 因為這個 基本上來說 只要免除了這個病毒 跟細菌 大致這種癌症的機會 就少很多很多很多 還有了 剛剛提到 用酒 或喝酒也是不好的 還有我們的環境 我們必定很多 關於有關化學的 當然也有說 我從我的基因上 已經知道 我的家人 甚至於 我可能有這方面的 情感 有人乾脆 給這個器官 就切除掉了 在沒有病之前 這也是個方法 今天我在講 就是假設 你是有某一些病毒的話 這個病毒 能控制住的話 這個癌症 就大部分可以控制住了 所以現在 世界衛生組織已經說 真正的發表 真正的公開的宣佈 他說 這個 異性肝炎的預防 是第一個 可以防止癌症的一個 就是公開這樣宣佈 我是剛剛從台灣回來 我曉得台灣的情況 兩千三百萬人 現在裡面有兩百五十萬人 有B型肝炎 是慢性肝炎症 還有四十萬人 是C型肝炎的肝炎症 他們也發現好多肝癌的 結果大概統計的結果 80%是因為B型肝炎 保持了肝炎 還有15%是C型肝炎的肝炎症 也蠻多了 四十萬人 我記得一位好朋友 就是以前在華盛頓的科學組織 叫陳耀南 可能這個名字大家都知道 他是2018年7月份退休的 回家準備到台灣 給房子整一整 過一個好的生活 8月份就發現他有肝癌 11月份就過世了 同樣也是駐科學組 有肝炎症的代表 黃恆通先生 耶魯畢業的 非常精彩的一個科學家 發現肝癌到死亡 也不過只有兩個多月 所以基本上 你發現有病症以後 所以情況就很不好 可是各位知道 就在福斯特市里 一個G.I.L.E.A.D. G.I.L.E.A.D. 公司 在兩年多前 已經發現了 有完全治療C型肝炎的藥 這個藥要吃12個禮拜 你就完全治癒了 可是很貴 一個藥一天1000塊錢 所以你要治療這個 差不多8萬6千塊錢 就可以完全治療了 那麼現在台灣有一個計畫 要在五年之內 全部消滅C型肝炎 您講的是B和C都可以 只有C B不行 C是最嚴重的一個 對 C是可以用藥 這個藥完全治療 我有一個朋友 這次回去的時候 她太太吃了這個藥 完全好了 她是因為在生產的時候 破腹產 那時候要輸血 得到吸引肝炎 但是她說 我花了兩百萬台幣 完全治好了 她好高興 為了太太 是的 對 對 很感謝你這個 說治好了以後 她怎麼知道說是治好了 就沒有這個病毒 就在身體裡面 沒有這個病毒 就是我們平常 不在檢查的時候 太血是陽性的 陰性的 對 沒有了 完全沒有了 我們普通說 一有症狀 趕快看醫生 這對肝病 沒有用 一發現 大概她說 你只有三個月 到六個月 所以肝 基本上來說 整個肝 沒有什麼神經 只有在表皮上 有一點神經 所以有肝病 你感覺不出來 剛剛說了半天 肝 為我們做好多事情 實際上 給我們 這個 解毒 給我們 合成 真正我們人類可用的蛋白質 好多好多事情 秘密 為我們做好多好多事情 尤其是我們人體的一個化工廠 剛剛提到 怎麼樣知道有沒有B型 或者C型肝炎 我記得當年 驗那個C型的時候 還沒有C型這個字 我叫 Noun A,Noun B 我想你們來都知道 現在 我們叫 C型肝炎 最主要你要檢查 有沒有這個病毒 就是有沒有這個antigen 我們叫 抗原 抗原 另外就是 Antibody 叫抗體 基本上 有抗體了 就沒有抗原了 有抗原 有的時候 你沒有抗體 那代表 這個時候 你必須要注意了 所以這個結果 就是這樣子 你測的時候 一個是抗體 一個是抗原 可是沒有抗體 代表 你已經感染過 但是你已經有抗體了 你也安了 你也沒事兒 就是在這個情況下 你檢查的時候 你有抗原 可是沒有抗體 代表 你已經是慢性肝炎的患者 當然 你也開始了 先對A型做節奏 A型跟B型不一樣 A型感染會很快 但是不經過血液的 另外 你在做一些screen 看看你的肝炎有沒有受到損害 還有呢 特別在做檢查 而且檢查是經常的 像我得到B型肝炎以後 會每六個月 會要驗血一次 每一年 要做一次抗原波 抗原波的時候 就決定你的肝 是不是有長肝癌 還有呢 另外還做進一步的test 或者再繼續講這個test 有什麼好處 還是假設這種情況下 已經滿厲害了 可能要診斷 所以基本上 這是常常要注意的事情 你測的結果 還有呢 假設兩個都是症的 這個很少很少的case 這代表什麼呢 代表抗體沒有用 抗原還在 但也是這個意思 所以你剛剛問的問題 最多這四個結果 這四個結果呢 就要注意這個 你有抗原 可是沒有抗體 這是我們大家要注意的 這是耐性的一個代原則 我請問一下問題 據我所了解 我們從台灣來的 多半在身體檢查的時候 都有抗體 但是抗原沒有 那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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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關係 就是做到以後 出事情的機會就很少 你就不會有肝癌 所以肝癌 這都是叫做以肝B型的 就是以前有啊 現在好啊 對對對 對對對 就這個意思 但是我跟各位講 這個普通一般來說 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是在媽媽生產的時候感染的 不是遺傳 是感染的 所以我 比如說 我剛剛 所以 叫三針 打六 一方針 所以第一針 你這時候 你決定你是有B型肝炎了 就代表抗原有 抗體沒有的時候了 你必須要 每六個肝炎 這個月 要檢查 ALT AFP 跟TEST 所謂ALT 就決定 你肝有沒有發炎 普通一般 大概都是二十以下的一個數字 這時候呢 可能有好幾肺 再幫你肝有沒有發炎 還有一個叫做 Alpha Fetoprotein AFP 叫做胎兒蛋白 一個人出生的時候 這個蛋白會有 慢慢慢慢隨著年齡增長的時候 這個越來越少 有這個代表是一個sign 剛剛戴醫生也講了 就代表你可能有肝癌 大家可能也去記得 我們很多 在那個花生裡面 有很多這個 所謂黃菊病毒 黃菊病毒 實際上是Alpha Fetoprotein 很重要的 可能身上帶著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現在在美國來說 你花生、醬、花腿 它都有很詳細的檢驗 有沒有這個黃菊病毒 很重要的事件 還有一年一定要做一次超音波 我是很感動 在去年11月14日 台灣找了一個禮拜天 全台灣免費篩檢 超音波 動員了40個醫生 20個儀器 在公園路 台北市 就排了這個長子隊 一天從早上9點鐘到下午3點鐘 一起撿了2343位 這個乾的超音波 大家是免費去檢查 這個排隊 那個路都排到管弦路 整個大家都捲錯 閃了一圈 這樣子 假設你這時候看到你有Cellusis 還是可以從超音波來檢查 這個 你這樣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可以做一個DNA test DNA代表你這個病毒的量 假設你超過十多五次方 Copy 或CC的話 代表你將來演變成肝硬化 肝癌的機會就大增 現在就很多藥可以控制這個東西 另外還有E-Antigen 還有E-Antibody 還有你要控制到 看看你的學校版的數 學校版普通 我們差不多是在二十萬以上 假設比較低的話 那個情況之下 你要注意一下 同樣的 剛剛提到有很多藥來吃 可以reduce the risk 那時候你要看看你的DNA 下降了代表到很有效 你就變成肝硬化肝炎的程度就好 那好像現在這樣的 吃藥也是口服藥 就等於你是高血癌的樣子 我現在有高血癌 我必須要吃 一直吃藥 我才能夠維持我的正常 一樣的情形 所以有很多 你再去看醫生 醫生就會告訴你該怎麼做 那這種情況裡 你要在演變更惡化的情形 就少很多很多 這是我希望改變這個 現在目前有七種藥 我們非常感激過去我們對艾滋病的研究 有很多在控制艾滋病的藥 你可以用到肝炎 而且被FDA approved 所以有些藥 剛剛醫生也提到 你用了以後 他有抗藥性 那這時候呢 你要注意 所以還是定期間跟醫生來檢查 所以我大概說起來 經過控制 不控制 這是一個Case 在2013年 我這裡特別講的 有一個醫生 叫Toy 是在我們西谷 是一個荷蘭醫生 他在7月 他在8月23號 要做一個公開演講 他做了好多年 就證明在灣區 包括舊金山 還有Santa Clara County Santa Mateo County 真正患肝病的一些statistic 大家知道 在舊金山 跟Santa Clara County 是全美國 假設以County來說 是肝病最多的地方 這是為什麼 你們在這裡 要做好多類似的事情 能夠幫助 這個statistic 這個Toyer 會給一個最詳細的結果 他study的結果 我現在不知道在哪裡演講 不過他是在發表 8月23號 我現在在亞裔甘南中心 在北京呢 也有個中心 所以我將來有一個 這個video 這個video 說明他在中國大陸 他們做的事 所以這裡面寫我國的話 那就是中國大陸 我不要搞錯 就是這裡 他講 B型肝炎 它都叫乙肝 你看我這裡 檢照 他們最主要做care collaborative 怎麼樣做research education 怎麼樣叫人做一些預防工作 有好多年輕人 特別是翡翠世代行動 都來參加 另外呢 就是做這些事情 你看 現在灣區 像我來說 我是outreach 好多公司 華人多的公司 這裡看到了 我們都去education 做screen 做test 就是最主要做這方面的事情 像 8月3號 我就會到日月光 他們在北京做得很好 你看 在北京的首都機場 有一個半月 都有好多關於乙肝的廣告 在大陸上也有29個公司 也參加這個活動 所以我最後做了一個簡單的結論 這個還不到十分鐘 就是 沒有一個人 所謂的health carrier 說不定你的病毒少了 甚至於抵探不到 他還會來 所以這是B型肝炎病毒 一個最特別的 跟別人不一樣 所以 用藥也很難很難 但是呢 又講了一個 這個B 它不經過 除了血液之外 不經過其他方法傳染 當然 最主要三個 有母嬰 一個血液傳染 你用的牙刷 或者是剃壺刀 或者輸血 等等 或者是 假設你用共鋒的針頭 所以 還有呢 你必須做一個regard check 而且它不是一個遺傳性的 所以 三針 定一身 這是要解的 謝謝 謝謝 這是一個差不多十二分鐘 再三十秒 的一個 這個 我剛剛講的 就為大家了解這個影片最方便 所以大家可以更好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如果你在準備的時候 我再不問的話 是 你跑掉了 不會 是 你剛剛講的 傳染的方式的話 主要是直接傳染 對不對 就說不會有這些食物 什麼東西 因為以前我一個多年了 好幾個打IY 在火災災 打了一針 這個預防一針 打了一個錯的 因為那時候 沒有說每一個人都會換針頭 對 一個針頭很多人用 對 這個在台灣出了很大的問題 對對對 這就是血液傳染 血液傳染 對 對 這是很 很不意願做的事情 對 對 好 下面 完了以後我們還可以有一個問題 謝謝 謝謝